第一題我們看看 電腹分別是4Q,負似Q還有Q的固定兩個點電腹 A和B,兩者距離是3公分 兩者連接到電腹是0 我們看看這邊 基本上如果說這邊有一個電腹負似Q 這邊有一個Q的話 那這兩個電腹分別是A和B 他問的是說這邊是3公分 他們連接到哪邊電腹是0 那我剛剛在訪語關心好久 所以電腹那個方向判斷都沒有特別去注意他 這邊首先先注意 碰到那種題目第一個就是1 2 3 把分三區 這一區負似Q在這邊產生的電腹像哪邊 負似Q的電腹在這邊產生的電腹像指路 正Q在這邊產生的是指出 所以來這兩個方向相反對不對 因為我說我電腹要是0的話 來這兩個電腹大小要相同 所以這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這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來這區有可能 這區有可能 好再來是內區 我這個判斷方式就是說 如果碰到選擇體 你碰到是哪一區的時候 有一些區可以先刪掉 好譬如說這一區 正負似Q在這邊產生的電腹像指向 向哪邊 這個負似Q在這邊產生下 左嗎 來向左 來這個產生是下 這 正負似Q在這邊產生左 不是也是指出嗎 這個有問題嗎 來所以兩個都產生向左 請問一下這邊電腹會理解嗎 對 所以這區不可能 好 再來來到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來大家可以看到 來負似Q在這邊產生電腹是 對 來一樣是向左 來那這兩個三區產生什麼 享有 所以來這區是不是又變是不是有可能了 純粹從方向來判斷 來他們兩個是這三區 這個頭尾這兩區有可能 好第二者是 他們兩個產生電腹大小 還有 還要抵消 還要抵消 那其實有沒有同學立刻可以發現 來他應該要 應該要在左邊這一區還是右邊這一區 這邊電量大 離電量大要近一點來遠一點 遠一點 遠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一區又變成 從大小來講就是 好 所以在這一區的某一點 這一點的話 電場A A變二產生的應該要等於 B電場產生的 那我們如果用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方式 大家可以發現來 他們兩個如果大小要一樣的話 所以他的R R平方應該正比於什麼 好 這個Q 追頭也告訴我一下 來他們電量比幾比幾 幾大小來講 來電量比幾比幾 4比1 所以距離應該是幾比幾 來就是這一點來 這一點的這個距離 跟這個距離比應該是什麼 4 2比1 我的電量 來電量4比1 所以距離應該是2比1 是不是才會被消掉 才會被消掉 所以在這邊 所以這個連算都不用算 因為這一段3公分 那我們說這一段是2 然後這一段是1 那這2比1 這一段又3公分 所以這一段也是幾公分 3公分 也是3公分 來有問題嗎 那你如果說要用算的話 因為這個是因為只有兩個電荷 很簡單 就我們這樣練 那如果說有時候稍微煩一些些的話 來一般來講 我們會去做假設 譬如說我就假設這一段距離是x 然後這一段距離 我們就假設它為x再加3 對不對 好所以A點的電場是多少呢 A點的話是4Q 所以來它就是K乘以4Q 再除以x加3的平方 好證明於這邊是KQ除以x的平方 還知道後面嗎 好就是我現在兩個的電荷 你重點去假設 3Q正反跟剛才比較好 這邊就是消掉 那因為我們指移 我們已經判斷好了 所以這些指移進入是正的 你直接開根的話 沒有點根的問題 所以它這邊是2Q1Q3加3 等於x分數 對答x等多少 就可以算出來 x也不好就可以算出來 來這樣OK嗎 呃 你最好 因為這個不難 那你哪邊卡住 要把它弄找出來 好 第二題有問題嗎 好 這裡有兩個電荷 然後它要問的 然後它要問的是 在A點的電荷 還有在B點的電荷 那A點的話是在那邊 所以來怎麼辦 因為我剛剛已經發現說 同學對比這個 你看這是-Q 對不對 好這裡是A 然後A點的話這個是X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先看一下-Q在A點產生的 來先告訴我 來產生像哪邊 有人就這個地方 來個寫錯了 那這邊寫錯 我跟你們講說 這邊就算你後面都會寫 這邊寫錯了 就沒有辦法不算 第二個就是正-Q 來請問一下這個正-Q 在這邊產生電荷是指 -Q 所以來指指向這邊 然後這個指呢 分別都是R 如果說這叫R的話 就R平方分之什麼 KQ 那一寫出來 立刻發現 來它們兩個的左右 會被怎樣 比消 所以答案電荷就是向上 所以來A點的電荷就是R平方分之KQ 那我們可以自己去假設 譬如說假設就是C 那這如果是C的話 來這個就是C 所以來再乘以 Cosin C 再乘以2 然後方向式向上 這樣的話答案都非常的明確 請問知道OK嗎 所以答案 其中這個R是什麼呢 R就是在這邊 A平方再加上S平方 X平方 又想打平方說是這樣 好 Posin C R分之A R分之A 所以再乘以A平方再加上S平方乘以2 所以這是A點的電荷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到這方 好 再來的話要看B點的電荷 那B點在這裡 B點電荷的話 你要注意 來這一段距離,因為他告訴他的這個離遠點的距離是y 所以來這一段是y-a,這一段是y加a 那一樣這個其實都要在上面畫圖 來這個-q在這邊產生的是指入 然後它的指是y-a平方分之kq 然後下面這個正q產生的是指出 然後它的距離是y再加a平方分之kq 好,所以b點的電長 b點的電長對我們來講就是那個這兩個 來應該是y-a這個比較大 好,然後減掉kq除以y加a的平方 然後核電長應該想一下 來,這邊ok嗎? 好,來這第二題 好,請問第三有沒有問題 第三 好,第四 好,其實你們有沒有發現這邊很像在做力學的題 蛤? 是不是沒感覺 有吧 來,我們看看一下第四題 好,第四題這裡有三個電荷對不對 那三個電荷呢,我們來重心G的地方 電長是多少 然後這裡邊長是a 好,重心的話這個我們應該已經有經驗了 來,這個距離 這個如果說重心離這個頂點的距離r的話 應該已經知道r就是高2分之更化3a的3分之2 所以這個之前算過就是3分之3a 那這個可以留在最後面再帶 那個帶要不要急著一開始就把帶進去 因為一開始帶進去 你可能最後會搞得很複雜 好,那一樣喔,一個一個看 這個一定要畫圖 你一直在那邊寫作 RQ是kq是沒有辦法 來,就是這-q 在這邊產生電場相連 好,那這個就是r 平方分之kq 好,這個是-q 所以產生的也是舉入 也是r平方分之kq 上面這個2q產生的是向下 所以來,這是r平方分之k2q k乘2q 好,這一弦應該很清楚 來,請問一下和電場向哪邊 向下 因為左右會被怎樣 抵消 所以來,我們看看一下 和電場 應該是r平方分之kq x2q 好,來,這個r平方分之k x2q 所以要找它 向下的分量 這邊60度 所以乘以cos60度 然後有兩個 再加上 上面那個電荷 r平方分之kx2q 好,產生電場可以向下 來,ok嗎? 好,那剩下的 因為這個兩個剛好是1嘛 所以是r平方分之kq 好,那其中r平方 r的話 r平方 r的話 你再帶三分之k 這邊我不去帶它 因為我講過 老師,坐在桌邊都沒有用 一定是你親自做過 然後自己看看 誒,有沒有在計算上面有什麼問題 好,的話你現在講到 通通都沒有用 他自己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問題 也不去做 我做到這邊 你回去一定要把他做完 我做到答案 看到我答案的為止,知道嗎? 齁 因為你不做的話 你就不知道他中間那個數學運算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第五題 沒問題 老闆還沒有做嘛 是不是? 來,第六題有沒有 我先問一下第六題 你都猜不出來嗎? 你猜不出來 好啦,我們看看第六題 第六題打心 好齁 第六題 這基本上 可以等於再幫你分析所謂的 建立體的 建立體肯的題目 上次有這樣問說 啊,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有些人回答說 啊,盡力平衡這邊 其實我們盡力平衡之前應該有時候過多過少 有時候在那邊提到 第一件事情呢 你一定要看一下 你在做題目的時候 你要決定誰是受力 先要決定這件事情 你的受力體決定得好 題目就簡化 選不好不是做不出來 可是你可能會變得比較不可能 好,第二個 要把所有的力量找出來 那你們現在 以前我好像跟你們講 我就把它分成超距離跟什麼 接觸力 啊,接觸力就是看到什麼 想到什麼 是不是有提過 好 但是現在的超距離 在高二之前 超距離就只有 重力 現在開始 從這個題目開始 來,我們的超距離 除了重力 還有便力 好,然後找完力量之後 接下來要分解 分解 那分解成X方向或Y方向 那找 要分解成什麼方向 這也是重點 那如果是一微量 就不用分解 好,不過你就要去分解它 好,分解完了之後 來找一下 X方向合力跟Y方向合力 如果是靜子的就是0 如果不是靜子的話 那就是MAS或者MAY 就是牛頓第二點 好,這個大概它的原則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好,現在有三個 這是我們做題目的關鍵 好,三個等重的代電角球 好,假設每一個質量是M 所以重量就是MG 好,然後代電量是-Q,正3Q,4Q 我跟你講齁,這個題目乍看之下 好像只是在選說它往哪邊歪 可是你沒有真的了解 沒有把它算出來 你是真的選不出答案 所以你猜不出答案 其實是不能講說很合理 這樣比較怪怪 好,其實就是你要把它真的算出來 好,我們來看看 然後電量分別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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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等重的細線把它綁起來 在空間中加入一個電場E 好,注意這邊有一個關鍵 是不討論之間的靜電力 就像之間彼此 本來是有固的力對不對 好,這邊把它忽略掉 好,請問一下 打到平衡指會成何種狀態 我先講一件事情齁 來,這個因為很多人大家還不太 我說第一次做你可能還不會 來,這邊有E對不對 電場向右 來,這邊所受電力一下 電場就是什麼力的什麼 什麼邊道的受力方向 所以你來這邊受力一下 左,大腳 大腳就是多少 來,我們電場的定力是什麼 F除以1Q 它都是這樣子 所以電力 我們那時候有講過 但是還沒有正式的用過 F是不是就等於QE 好,F等於QE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下 來,這邊剛剛有同學講出來了 來,這向左 大腳是 2QE OK 好,這個3Q 左受電力下 6 大腳 3QE 然後這個也是下 Hallo 來,副QE 左受電力也是下 左 跟電場換在相反 來,那大腳是多少 7 請問這個電力部分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概一個一個先知道 那我現在先把這幾個 來,這個呢叫做A好 來,第一個電腦叫A 第二個電腦叫B 第三個電腦叫T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要來討論這些線頭板 所以其實跟這個線的張力有關 所以我現在再來假設 來,第一段繩子的張力叫T1 中間這一段 AB之間的叫T5 好,B7之間的張力叫T3 好,一般做這種題目齁 盡力平衡 如果有好幾個誤解的時候 來,第一個做法 通常是整個一起看 通常來,就是整個A加B加C一起看 請問一下A加B加C一起看的話 來,什麼力就可以不用去管它了 阿虎 喔,庫魯力本來就這樣講不記得 還是什麼 好,就是我現在把這整個光起來 來,這整個光起來一起看的話 來,哪一個力量就給你管它 T度跟T3 因為T度是不是發生在他們兩個之間的 T3也是 請問G萬有沒有管 G萬的話是天花板 來拉這個A球的嘛,是不是 所以來這個要看 好,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方向 所以我們畫給大家看看一下 T5 好,第一個 這是A 好,再來這是B 好,再來這是C 好,請問一下 來,他們說什麼力 第一個就是講的重什麼力 超距離開始來 是不是就是重力 好,那三個就整重 所以合起來 來,一題 來,三個的重力就是什麼 3點 好,剛剛講 來,他們分別的時候有什麼 是不是電力 來,A球電力向 這邊看一下方向 A球電力向 左 大腳就是 2QE 來,B球是向 6 來,多少 3QE 來,C球向左 來是什麼 QE 好,這樣 讓你的一斜 來,手努力 來,手努力 可是你稍微太一下 這個3QE 這個2QE 這個QE 左右力量已經怎樣 平衡了 所以現在只在3MG沒有平衡 3MG沒有平衡 所以來這邊 方向交向 上 而且當然就是3MG 3MG 所以這邊就是告訴你 來這邊 這個T1 應該等於3MG 而且向上 所以這個繩子 第一個繩子一定是 這個 也就是1的答案一定錯 來,先把1 刪掉 第一段的繩子是直指的 第一段繩子 而且大小3MG也知道 那你會說 那這一題 可不可以不要求那個大小 大家都可以找出答案 沒有辦法 等一看你就知道 好,再來第二 那一起看之後來 接下來一般來講就是個體看 一般來講接下來就是個體看 同學要不要再看 來看誰可能比較 比較簡單 或者說 最好就需要看 ABC 你知道哪一個最麻煩 哪一個 B嘛 B是不是最麻煩 B為什麼麻煩 因為這兩條繩子 T入鏡3是不是都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從A來看 C來看也都可以 好,那我們就從上面一個一個來看 假設我們先看A 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經驗 你說我要先看誰 來這裡有時候經驗 選擇好 你的題目就緊張 好,講設我先看A 好,現在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你們一起說A送什麼例 好,有同學已經講了 來,張例 好,有幾個張例 兩個 其中習慣知道對不對 2,你們的習慣還是不好 我剛剛講過 我先問你什麼例的話 你最好還是從超劇力講起 來,我們先從超劇力講 來,送什麼例 總理 就是A一個的話就有點G對不對 再來它什麼例 便利 來,便利是多少 2,7,5,1 是不是 好,再來再來看 它的接觸力有兩個 接觸力兩個就是剛剛寫的 分別是T1跟什麼 T度 好,T1我們知道 來,T1是向上 來,T1向上3 好,T2還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 你應該知道T2加進去之後 來,他們合力就必須要為 對 所以我如果先把這三個的合力找出來 那第三個力量T 第四個力量T2應該跟這三個的合力 大腳相同方向加反 這個OK嗎 那這邊的話,這兩個可以加 好,這邊3MG,這邊3MG 所以來,他們兩個加完來這邊 先加它來這邊加完2MG向這邊 好,這一個是2QE向這邊 好,所以立刻知道 來,這三個的合力就是剩下這兩個 這兩個合力向左上 所以T度就要向 來,Holo來這邊 這兩個合力向左上 所以T度就要向 右下吧 是吧 是吧 左上跟右下 那小相同方向 是相反 所以這兩個 來,這兩個的合力 向這邊的話 好,對我來講 T度就要向這邊 才能夠跟它離交 T度向這邊 那我們的繩子當地 就是沿著它的切線方向 讓T度向這邊 就按刺 第二腳繩子要向右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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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三個答案都一樣 右下 嘴豬的答案 轉掉 好,OK嗎 而且,不只知道T度是向右下斜 連T度的答案你都知道喔 T度是不是2MG跟2QE的合力 好 好,再來請問一下 來,第三個你要看誰了 我們要看第三條繩子的話 來看誰 看誰 好 同學說看C 對,我也覺得看C 你沒有必要至少麻煩去看B 好 來,我們看看C 但因為我要求是第三條繩子 所以你要找跟第三條繩子有關的 好,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C收什麼力 好,一樣來從重力開始 再來它什麼力 便力向左QE 再來還有什麼力 紫紫的 是不是只剩下第三個 你看C就這麼簡單 它就只有三個 好,所以模仿剛剛 第三個力量要再來 在哪裡呢 來,應該先畫這兩個的耳力 第三力要跟它大小相同 方向 下半 所以來,這兩個的耳力 來,這兩個的耳力 向這邊 所以對我來講 T3要向這邊 所以T3是右向這邊 來讓你傾斜的 向左向傾斜的 結果 如果算到這邊 你會 如果有些人沒有仔細看 你就會發現 你會踢到鐵板了 因為三個答案給你 想回家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這樣 那請問大家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說這個題目 你即使會算到這邊 你還是選不出來正確答案 因為這三個 到底它會 摔回來 沒有全部回來 還是破頭了 還是剛剛跑回來 所以剛剛這個答案 應該已經有人發現了 T2在這裡 來,它的兩個分量 2MG跟什麼 2QE T3的兩個分量 是不是也是MG跟QE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的S方向 Y方向的比例 怎樣 一樣 所以他們跟千神 雅角應該怎樣 一樣 也就是他Y過去多少 人家叫Y多少 怎樣 你們知道OK嗎 這邊就是暗示說 來,剛剛這邊如果Y的C好 那這邊也是要YC好 所以答案是C 來,請問OK嗎 所以答案之下 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可是你如果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而且回答出很正確答案 其實 觀念要非常非常清楚 好 來,這是第六 第七 出作業嗎 問第七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第八是嗎 你不知道沒有 一樣 三選 來,不選下 出 OK 來,問清楚一下 來,我先問一下 來到這邊OK嗎 第六題 喔,沒有啊 連神子 神子的張力你們看嗎一下 我們平常講 神的張力方向就是什麼方向 神力如果是這樣的話 來,神的張力就是沿著他的方向啊 對嗎 對嗎 連神子張力 神子的張力方向是不是就沿著神子的方向 對啊 所以我現在我的張力如果向這邊 神子就要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T度一定要向這邊嘛 喔,來,你看 我現在這邊 像他這邊 這邊的神子張力是向上 所以神子已經牽制了 那這邊的張力是向這邊 所以神子也要這樣子 這邊的神子的張力當天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先行過來 這就是我們講的 張力是沿著神子的牽線方向 好,還有問題嗎 為什麼 A跟B跟C的差別 喔,這角度啊 我剛剛講這邊偏多少回來 這邊這邊要偏多少 你看這邊C的 這個土跟這個土一樣 這個是C的,這個就是C的 就是這邊偏多少過去 這邊是要先多少回來 偏回來 因為他神子長度都一樣 所以是不是剛好回來他這下方 所以這個來回來他這下方 這邊的話是沒有這個是過頭 所以代表他偏的角度會不一樣 來,還有問題嗎 好,來,我們看看一下 來,剛剛有同學問第七題的 豬 欸 兩個靠了很近的正負帶電體 正負帶電體的電力線 一定收容於負帶電體 這個 知道他的錯錯在哪裡嗎 看人不知道就會忘記嗎 如果兩個靠了很近的電荷 來,為什麼正負電荷 正負電荷帶電力線不一定收容嗎 因為他們講這兩個代電體的電量一樣 他說 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們的電力線跟電荷數成什麼 是不是成正比 如果這邊代的是正負固輪 這邊是負Q的話 一個是負Q 好,負Q 一個是正負Q 好,一個負Q 請問一下正負Q發出的電力線 會全部收到負Q嗎 不會啦 因為正負Q的電力線數目 其實是負Q的兩類 就是他這句話 並沒有告訴你 來,他們代電體電量是這樣 好,除了出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的問題 B 靜電平衡的導體 電力線一定跟表面垂直 好,所以這是那一天講的東西 忘記了嗎 我講過一個代電體 來,他的導體表面 他的電力線一定跟表面垂直 來,為什麼 忘記了 來,他如果達到靜電平衡代表電量會不會動 不會 好,所以那時候 我現在會 除了B還有問題嗎 好,沒問題 我們就看看 B,來 這邊答案 在這裡 在上一次課本 來,可以把這課本打開了 我們那時候就跟你講 來,便利線引力要跟表面垂直 如果不垂直 如果不垂直 紅色,這個是我那時候的假設 如果不垂直 代表電力線或的電長 電力線就是用來表明電長方向 這時候就會有一個這個平行表面的分量 記不記得 然後這個平行表面的分量 就會讓,會有1 然後根據大家剛剛已經有印象了 來,F等於QE F等於QE 那有這個電長的話 電後是不是就會受電力 所以電後受電力是不是就會移動 可是我的前例 我們都在講什麼東西 是不是靜電平衡 啊既然在講靜電平衡 那這個東西會動 就代表它不是靜電平衡 所以靜電平衡反過來講 就是它可不可以有這方向的電長呢 不行 這就是我這個最後的句話啊 而且我們那時候有補充 好,必定垂直於勞體表面 不然自由電後 會受到延切線方向的力 會受到延切線方向的力 就沿著表面運動 那沿著表面運動 它就不是靜電平衡 所以靜電平衡一定要受力下 是不是要跟那個表面垂直 電力線表達 來,所以這OK嗎 好,所以這個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繼續來融一下看 可以容易看一下我們 測試一下我們 測試一下 好,六一 這樣有問題嗎 好,我們稍微 再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這邊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很明確的知道 來,我們現在就在學電場 那電場的話是用來描述超巨力的一種方式 那它的定義的話是單位電荷 就是所做電力 那你剛剛做題目的經驗已經發現 F2Q1其實是一個還蠻實用的東西 對不對 好,我們也會一直用到它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去找各種電荷分布的電場 各種電荷分布 好,第一個我們要選的是點電荷 好,點電荷的話這沒問題 來,我們到這邊如果是Q距離是R的話 來到電場就是R 平方分之什麼 KQ 好,接下來如果 如果是多個點電荷 好,多個點電荷的話 現在也沒有問題 來,這樣子 那每一個的話 產生電荷就把它加起來 所以它基本上是 根據點電荷的公式 R平方分之KQ 再加上疊加原理 那至於什麼加熱是另外一回事 會不會再說 加上疊加原理 好,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學的是來 代電 我們講過我們要學什麼比較特別的 在高中我們就學特別的 好,一個就是代電導體球 好,然後再來是要學這所謂的平行版 可是要學代電導體球 現在代電導體球 比這邊來講看起來好像是要了一大步 就是說這邊是幾個點電荷 那這邊看起來是不是就無限多格了對不對 好,但是要學這兩個之前 我們當時又做了兩件事 協議台你還要知道電力線的一些意義 那電力線喔 在跟我們那個磁力線最大的一個 以前沒有學過的就是電力線的數目 就是剛剛講的 剛好跟他電的數成正 是不是 好,再來還有一個就是剛剛補充的 那個靜電平衡時 來,靜電平衡時 想講 你知道這上到這邊的時候已經快出了幾乎 好,靜電平衡時 來,導體的電荷分布會怎麼樣 還記得嗎?來,請問一下 電荷一定分布在哪裡 表面 裡面可不可以有電荷 不行 好,裡面不能有電荷 再來的話,裡面不能有電荷 來,那裡面也沒有電荷對不對 來,裡面為什麼不能有電荷 我們說得來已經靜電平衡 如果有電荷 然後我們這個是導體嘛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次有電子 有電荷 可是有電子 是會受電子 那又會移動 又會移動 對我來講就是靜電平衡 所以記住,導體內部一定不能有電荷 然後剛剛講 來,電腦分布在表面 那電線一定跟它互相什麼 來,這個是靜電平衡的幾個特性 好,來,這個是靜電平衡的幾個特性 好,那我們後來其實導體球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講完了 來,大家記得嗎 來,導體球的話 來,在特殼這邊 來,導體球電熱一定分布在哪裡 在看圖 來,導體球內部 電熱一定分布在表面 而且我們上次有講的一個重點 導體球磁心跟空心答案 怎樣 不行這樣 因為它電熱只能分布在哪裡 是不是表面 那我在看我的電廠之後 只看電熱分布 只看電熱分布 請問一下 跟它是實心還是空心有關嗎 沒有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最後只分布在這個表面 所以裡面沒有電廠 來,外部的電廠就相當於 把所有電熱放到哪邊 記得嗎 我說過來這邊的電力線 剛好跟什麼來發出去的電力線 哪一樣 是球機 所以外部的就相當於把所有電熱放到什麼 是球機 好,那我們要往下面 來,下面我要做一些補充 你最好找個 指鏡 可能要咖啡 好,我先做幾個補充 第一個補充是 很緊張的 好,如果有一個球殼 這個不確定 好,球殼電購 不管了,來,球殼電購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如果這個是十星的 好跟 好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來十星的跟通星的 來如果這邊是通星的 請問一下 這邊這一部電場是多少 來這邊那一部電場是 因為那一部電場跟普世平一樣 好但是我現在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跟大家講一下它為什麼是 我剛剛用的 你再注意聽 我剛剛用說 來這是一個十星的腦筆球 因為像以前一定不能變大 有變長變厚受力是不是就移動 一旦移動它就不去進行 然後它跟它電二分布一樣 所以它裡面沒有電場 這自然有過我們的電場 來 讓連結OK嗎 先講這邊 因為這裡面是零 所以這裡面也是零 可是我現在要直接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子 我問一下那個招號的時候 杜老師有沒有記過 那個牛頓的球 可定 欸 有人給我了 記得嗎 來我來問一下 如果這是地球 你們都知道地球質量如果是大M 好我站在這邊 我所受萬有利 就相當於把地球質量放哪邊 球 星 所以來我的所受萬有利 平方分什麼 居然 欸 好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在地球面 剛剛有人點頭來 我在地球面 可不可以把整個地球質量放到球心 那有怎麼樣 要 你指標 那 什麼 啊 來 我希望看到 來幾碗 超幾碗 來 是不是知道 怎麼辦 沒有 non 嗯 用裡面的資料 用裡面的資料 所謂裡面的資料是哪邊 這裡面是怎樣? 就是他外面的前面就不要穿 裡面的怎樣就這邊畫半徑 然後這邊呢? 外面這邊怎樣? 有,沒有光線 整個人都搖走了 沒有 為什麼? 你問球殼 好,我們來看看一下 沒有錯,來,這個是球殼 我們來看看一下 他其實不只是對球心對人 如果 那個 外有力跟電力這邊是類似 如果我現在這一點 來,我告訴你 來,九殼變後 對 九殼變 對 非常多 如果有機身 讓他出現 那麼多 限定 的 我简单的起来,因为看起来你们是OK嘛 来,意思就是说,来这边有一点 所以呢,我就在对称了两个地方这样的话 好,左边这一堆的电荷叫做正Q 右边这一堆的电荷叫小正Q 好,这如果是R1,这边是R2 好,其实我们就是要告诉你 来,正Q跟这个小,大Q跟小Q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荷怎样,谁大? 大Q在这一点,是不是产生电荷? 那这个是正电荷,正电荷 所以他在这边产生电荷,这边是指出 那这也是正电荷在这边产生指出 所以他两个方向基本上是加满 然后,可不可以问一下,大Q跟小Q 在这边产生电荷谁大? 就是一样,就是一样 他的电荷看起来比他多,可是怎样? 可是他距离是不是比较远? 好,那根据,所以来这边就是告诉你 KQ除以R1平方会等于KQ除以R2平方 所以来他们会两两比销 随便挂这一两个,来这一两个,通通都会比销 所以整个球壳上面的电荷在这里面都不会电荷 好,那我的问题再来,那为什么这两个会刚好离销? 这么巧? 我们说这边电荷大,它距离圆 所以看起来有可能会离销 但是为什么会刚好离销? 好,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啊,我们那个球的电荷 如果球基本上大家区率每个地方都一样 所以球是不是就是基本分布,而就是均匀分布 那如果是均匀分布的话,这边所带电量 跟这边所带电量,应该是跟他求的什么? 求可的什么?表面积,是不是表面积? 重点是表面积,又不是锦机喔 所以电荷脂分布在是不是表面? 所以只跟他表面积有关,所以大家很容易可以猜错 这边的表面积,比上这边表面积是不是R1平方比R2平方? 表面积是R1平方比R2平方 所以电量也是R1平方比什么? R2平方,所以做一下电荷 就简单这样做 所以这边,这个我们做节目会一直用到 你只要看到球可有电荷在里面都没有电荷 来,OK 好,第二个 这个我们其实要,我是要讲什么 我是要讲经典的体力 但这个是帮你们做了个准备的 好,第二个准备是 好,如果这是一个球壳 好,这边所带的电量 好,如果这是一个球壳 好,这边所带的电量 那叫做正Q 好,我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在球星放一个复Q 球星放一个复Q 会不会有复Q 球星放一个复Q 就是球星哪里 球星放一个复Q 会不会有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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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没有练好 复Q根本不受到拍拂地 对不对 好,但是我现在要问 像这种情况 来,我想问来 这边电场 这个复Q在这边电场 这个正Q在这边电场 这个正Q你一定知道 还是正Q在这边电场 那间你怎么办 好,那放到 会弄哪里 球星嘛 而且这是正电量 来,产生是不是指出 好,那请问一下 这个复Q呢 有没有电场 好,不好意思 不是,有 我们现在这个 在这边当然有电场 这边也会有电场 然后他们产生的电场 好,我刚复Q放在这边 我刚刚讲过放在这边 也可以 那如果放在这边的话 来,他复Q产生的 我放到别的地方去 好 我是要告诉你说 来,我的复Q放在这边也可以 来,复Q在这边 产生的是这样 这里 来,这边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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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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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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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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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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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